你說見到千刀和萬宜去了四位酒棧 實不相瞞 我越來越發覺萬宜是身性殘暴 還不講理 賜著自己的武功就違規作大 我說他們千刀不理就… 放心,千刀也不是散油燈 掌櫃,我想問求千刀昨晚是來過嗎? 還有沒有一位姑娘跟味? 眼睛大大,我屎人登城 哭打哭殺,很餓死的 有,他們是傳後居人 今早就一起走了 知道他們在哪裡嗎? 他們開了一間商房 誰在商房? 我們做生意,最重要是客人的私人 堅持第一房 醒了? 再穿上衣服吧,然後變涼了 看起來,你也是一個徵狀結實美男 一身橫臉肌肉 不用來全宗接代,實在是浪費 再沒有我,我砍掉你的手下來了 你這麼兇,幹什麼呢? 一句好命 我不需要你負責任我 只要你以後做我背後的男人就可以了 我竟然和你做一些禽獸不住的狗車行為 那隻小子走口亂七 歐兒嫂 將來外面走雷閃電 要記住不出街 走開… 糟了,你不幹什麼? 不可以讓世界知道嗎? 你已經是本姑娘的男人 就這樣下去就不如看虧了 粗重的東西,讓我來 人呢? 你不是和萬義在一起嗎? 他在哪裡? 沒有,他多喝了 睡著了,睡著了,睡得很合理 沒人證、沒物證,別冤枉我 我心只有一個人,你最清楚的 他進步剛剛走了 黑溫嗎?你真是黑溫 扔我? 別走 你什麼人?幹嘛不能扔我? 黑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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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知道紀經波節 我暫時就落後了一手陣陣 你知道我紀經被人砍死嗎? 幸好你收到那封信 又幸好,立刻印由他因為失身病 什麼都忘記了,眉省自己的身分 不過你問我什麼打算,我也不知道 很迷惘 話說回來,為什麼宮中會怨傳我死訊? 我散吐,我去這裡還沒死? 父皇會不會派人來救我們呢? 反正援兵就在附近 找個阻礙在保護我們 什麼事?蔡人 皇上沒有派人來 那你有沒有準備馬車? 我們隨時可以回宮 沒有 那父皇有沒有口語? 對不起,四皇子 奴才無法保護你 但是奴才確實不想死 老錯,上有高堂,下有淒房 初一真的不想死 對不起,四皇子 你說什麼呀?初一,你先起床吧 想住,四皇子 不是你死,就是我忙 我都是被迫的 你不要逼我 Hello,Youtube的觀眾 記得Subscribe我們這條頻道 Like這條影片,按下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